花莲在昨天晚间有一位驾驶开车酒驾上路 转弯时不小心撞到了停在路旁的白色轿车 强烈撞击造成自己的车子当场侧翻受到轻伤 但是警方到场处理时 驾驶却是借酒装风不肯乖乖配合 最后远警只好将他强制上号带回锁内 局一男子满身酒气装傻 坐在地上不断大声咆哮 尽管远警怎么吼声吼气劝说 他就是不乖乖配合 六千名远警花了一番功夫 甚至大声喝斥要喷辣椒水 男子这下害怕了 乖乖上号由警方带回锁内 现场还留有一台侧翻的车辆 原来不久前他因为酒驾撞上路旁车辆造成翻车 车主直呼实在 有够倒霉好端端停车在路边竟然也会被撞 发生在三十一号晚上六点半 花莲的明里路和大同街口 一台乡行车右转撞到路旁的白车 强烈的撞击力道造成乡行车九十度翻覆 驾驶手部轻微擦伤 饮酒勤势全案依公共危险移送法办 警方到场实施酒册 发现理性男子酒册值高达1.2 只是黄塘几倍下肚竟然敢开车上路 如果发生意外造成人员伤亡 后果不堪摄像 记者陈敬业花莲报道